蔡英文 蘇貞昌和陳時中 三個人 三人一組 為這一次的防疫管理和疫苗政策 要負責 因為他們涉嫌獨職和貪污 因為政府這樣的作為 人民沒有辦法忍受 台灣施打率還不到人口的2% 這是什麼樣的政府 所有的媒體都在談疫苗的問題 防疫的問題 到處都是漏洞 這個政府假虛情假意 他們要捐 不是捐給蔡英文政府 是捐給台灣2300萬老百姓 有什麼對於內容的模式 你穿我們五個人就好 你不要去找老百姓的麻煩 你玩小老百姓的命 老百姓會要了你政府的命 我們今天跟陳律師 我鍾情的人 我們上次告發了 蔡英文 蘇貞昌和陳時中 三個人 三人一組 為這一次的防疫管理和疫苗政策 不要負責 因為他們涉嫌獨職貪污 今天我們收集了很多的證據 特別來這邊補證 那麼也有很多 我們一般的小市民民眾朋友 因為有同樣的感觸 所以今天大家都站出來 響應這個百萬人民告政府的運動 因為政府這樣的作為 人民沒有辦法忍受 這不是任何一個 甚至我們的民進黨 罵人家是專制的中國大陸 都把他們的人民照顧得好好的 很多城市這麼多的人口 他們馬上就全面的快篩 全面的施打疫苗 到昨天統計 中國大陸世界第一名 已經打了十億劑滅活疫苗 滅活疫苗才是真正傳統可信賴的疫苗 台灣施打率還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二 這是什麼樣的政府 所以我們上一次提告了以後 今天要來補足各種的證據 因為每一天 所有的媒體都在談 疫苗的問題 防疫的問題 到處都是漏洞 這個政府 假虛情假意 人家分遠一點 1.5公尺 我要提出鄭重的說明 今天的報紙 今天的早報 我特別帶過來 山開一點 1.5公尺 蔡英文 她今天她昨天改口了 她說5月13號 5月18號 她都沒有跟全國說 7月要開始打疫苗 她昨天說這個只是她的期待 她的希望 她在說真話還是在說謊 然後還有一點 我真的要特別的抗議 今天的報紙 引述我來念一下 有關郭台銘 還有台積電 要去購買BNT疫苗 她說幾個條件 我們尊重總代理商 但是希望他們的存在 不要造成我們取得疫苗上的障礙 還在繼續用這個理由 還在阻擋 還在卡關 然後 對還在卡關 她有幾個條件 希望我們自己整隊以後 與賣方相互協調 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 她又把民進黨一貫的政治立場 要夾查在裡面 這個就是為什麼過去半年多 台灣採購疫苗會失敗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蔡英文政府一定要用 他們的還不是中華民國的政治立場 去夾查不清 來實質上阻礙這個疫苗 BNT疫苗進口的問題 那麼BNT疫苗買不到 我們不能夠跟美國去買莫德納嗎 不能夠跟美國去買江森嗎 更重要我今天要提出來 中國大陸民間政府各種團體 一再的說他們可以捐BNT的疫苗 可以捐其他國家的疫苗 也可以捐滅活疫苗 中國大陸的疫苗 都是經過國際認證的 他們要捐不是捐給蔡英文政府 是捐給台灣兩千三百萬老百姓 憑什麼我們的政府中央政府 蔡英文可以阻擋台灣的人民獲得 國際認證人家願意無償簽證的疫苗 總拍總拍 我是周正第一婚群介紹路排出所所長 今天我們今天我們來做 提告的權力 但是 我會 請大家不要群聚 請大家不要 聯合禁止十二百萬老百姓全聚 決定的配合 如果違反財產病防治法三十七條 相關規定 檢方將依法韓報警察局 一米半 一米半 請現場警力加強收治 一個一個來沒關心 不停喔 一米半一米半 好了 你們檢方現在有十分以上 現在就一個 好一個一個來一個一個 現在有一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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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們是來 一個一個來 一米半 一米半 我們請陳律師幫我們講解 今天我們來這邊補見 那 無非就是 因為我們認為 其實 百萬人民的心中怒火已經被燃燒了 我們從蔡英文昨天又說 他說 七月底可能打到疫苗這件事情 只是一個推測 並不會成真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他這些疫苗 根本就是用政治來玩弄 我們所有老百姓的感情 因為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可以很清楚 5月13號 5月18號 蔡英文分別都說 7月底可以打得到疫苗 但是 現在我們看出來 因為郭台銘 5月30號就遞了狀 就遞補了件 說他希望引進500萬的BNT 接下來 台積電6月10號送件 6月14號補開股東大會說 這個他們也願意來捐贈台灣 500萬的BNT疫苗 所以什麼 所以美國就急了 美國就趕快趁著這個20號的時候 以訓練不解惡的方式 加碼75萬劑變成250萬 要一毛給3塊的一個概念 就送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已經深切的感知到說 這個疫苗的問題非常非常嚴重 已經足以推翻民進黨的政權 那你看看他們從之前的高端疫苗如何的護航 護航到現在 護航無力 所以什麼 趕快推出美國疫苗 這個美國88來伸手救援了 救援之後的狀況是什麼 救援狀況是我們的疫苗還是不夠啊 我們從什麼時候就開始說 我們需要WHO認證的疫苗 來解救我們百姓的性命 我們這次的AV疫苗 我們很懷疑是日本不要 然後丟給我們老人家 還有老人家現在已經 將近八十幾位死亡了 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不願意見到 可是這個國家防疫無能 這個國家救援不利 這個國家根本就是視我們百姓為豬狗 講到豬狗 拜登的狗死了 牠會發稻子 從五百多島的人命 我們還有這麼多位 好幾百位還在急診 還在這個加護病房重症的這些病人們 他們的命就不是命嗎 所以我們覺得這樣的政府無能 這樣的獨職 這樣的不作為 這樣的圖力高端 就是我們今天要到法院來遲到的原因 上一次我和陳立林律師來提告的時候 還有張亞中 還有吳晨典 還有錢達 我們一共五個人來到現場 我們只需要寫下地址 還有姓名簽名 沒有人要求我們留下身份證字號和電話 今天一般的尋常老百姓 個人的力量 來自己自動自發來響應這個活動 被要求要留下電話號碼和身份證字號 我剛才特別去問了 我說法律規定一定要寫嗎 我們上一次提告沒有被要求要留下來 現在一般尋常老百姓 為什麼要承受這樣的壓力 綠色恐怖 他說最好是寫啦 這樣子比較以後聯絡比較方便 所以這不是法定的要求 我在現場地檢署的門口提出抗議 這個是對人民過當的求責 你為什麼要給人民這種壓力 你就收了案子就好 有什麼對於內容的模式 你要檢調 你要調查的時候要傳訊 傳我們五個人就好了 你不要去找小老百姓的麻煩 你要管小老百姓的命 老百姓會要了你政府的命 沒有養子 先讓他來自學會 沒有養子 是很幸運的 那讓他製造的 我們應該會給他 你分享一下 你分享一下 沒有養子 在你留鑼 你不要去